當時我中心選擇轉全職都算是相當突然的 當時我以為我是用兩年時間去試試全職運動員的生活 誰知一打全職一打就打了十年 因為知道運動員有一個黃金時段 所以最後都是選擇了專注在一個地方先 你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才能到最頂尖的層次 我一開始那兩年都想兩件事一起進行 後來發現不可能 在這個時候我放下了學校的文章 但我通過看很多書 或者找不同的興趣補習作為一個 hobby 就是乒乓球以外的東西 在這個過程其實都認識多了很多自己 慢慢打到奧運的時候 我就覺得差不多是時候 就是想要回去讀書 因為對我來說讀書是很重要的 我覺得是一個幫助自己思維發展的一個途徑 我覺得回去讀書是遲早的事 所以我選擇了覺得這個時候是一個好的時機 我姐姐也是讀科大的 所以可能聽科大的資訊會比較多 另外也是因為我自己是很明確的 我在大學是很想讀科技 那我就真的都看了很多可能他的資料 一些program 或者一些course 我自己也很有興趣 我看到他有很多program 譬如好像都有 Score of Science裡面有些 IRE Europe 那些program 可以參與一些research 或者是跟其他國際教學生去交流 我覺得這些是很開闊視野的機會 我姐都聽說 課大她自己讀書的氣氛是比較重一點的 就是大家都是很專注 和很想讀得好 所以我覺得這個環境是很重要 一開始我是被天文上面吸引到 但是當我慢慢再去讀科技的時候 我發現不只是天文 其實很多的物理現象 我們是take for granted 其實很多東西是跟我們想像中不一樣 我們以為沒有可能出現的現象 其實這個世界是很正常 我是用科學可以解釋到 我覺得好像物理給了一對新的眼睛 我去看世界 就是讀科技是幫到我打球 它令到我可以更加客觀一點 或者去好像拆 component 去分析問題 就是這些東西是對於我打球都有幫助 我現在都算是在一個轉捩點上面 以前就是可能90%都在運動上面 現在可能要拿回50%50%的平衡 都很幸運 因為我知道會是困難的 科技也不是一個容易讀的項目 但是我覺得除了自己的付出 幸運就是學校也有很多 它有不同的程式去支援 譬如可以讓我們拖場來讀 讓我們不需要覺得 我們又有比賽要準備 但我們又有考試要準備 我們搞得日月撕開一半都不夠時間 有比賽的時候 可能可以多一點時間 專心比賽 有考試的時候 我又多一點時間 專心去準備考試 有比賽的話 可以幫忙在考試改期上面 對我們來說都是幫助很大 譬如好像有大賽亞運 或者世界賽 我們考試好還是比賽好呢 這些都解決了我們很大部分的問題 再見 好吧 smoked замеч